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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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收看大师代我下来 今天是5月30号礼拜二 今天台股是小跌 跌了13点 跌了不多 所以观众朋友你也不用太过紧张 今天台积电就没有继续涨 原因是因为昨天美股是修饰 所以ADR那边也没交易 没有交易的情况下 大家就猜 猜说今天晚上会怎么样 所以这盘稍微震荡整理一下 不是很过分 因为毕竟这样子嘎上来 嘎了八九百点 这两个礼拜嘎了八九百点 所以你这边你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盘勢会做调整 那你像那之前没有涨的 像红海今天就冲出来了 那你看连八颗 对不对 一喊说跟辉达合作 棒棒就大涨 那这边你要特别注意 连八颗六百块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但是现在拉到七百六七百七 那我就觉得你就要看清楚了 因为又差了一百多块 差一百多块 所以联发科还是联发科 六百多块的联发科 跟七百多块的联发科 其实还都是联发科 那重点就是说 你要用什么样的观念下去看 对不对 股票还是股票 但是它会有价格的变动 那你要赚钱的话 就是你要看清楚价格的变动 可以带给你什么嘛 是不是这样讲的 对不对 你昨天有报名的 我就讲啊 你昨天有报名 我们今天早上是不是带你买九阳 对不对 你明明知道联发科接到 辉达的订单 对不对 跟辉达合作 那你买联发科也会赚钱 那我却是带会员下去买九阳嘛 对不对 那8040的九阳 是不是后来涨你满 涨你满 你要不要赚钱 你有没有赚到钱 你还想清楚哦 那你有没有赚到钱 对啊 同样一个利多的解读 就是你买联发科也会赚钱嘛 那我买了九阳 可能赚5%多快6%嘛 就这样啊 这是我跟你的不一样而已 所以你这边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要报名我们这想赚50%专案的 你自己动作要快 你赚到爽再来说啦 其他的我就不想跟你多讲什么 因为有些人就是 怎么讲 欲求不满 他说老师我上个礼拜就报名了 西圣我有赚到啦 西围我有赚到啦 那今天九阳我也赚到了 那可不可以再多给我几次机会 我说你赚到爽再说啦 好不好 你赚到爽再说 但是我前提就是哦 你要想清楚哦 我们的会员会先买哦 他有付会费的话他会先买嘛 你不能说他们怎么样嘛 人有赚钱 不然又生啊 对不对 那接下来就是看助理哦 助理通知你的时候 你要不要买也是在于你啊 你要不要认同也是在于你啊 那今天是小跌13点啊 那昨天美股是休市 但是今天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今天港股是破底哦 破今年的新低哦 所以港币那边可能不太稳 因为美元指数来到这两个月来高点 我讲的美元指数是这个啦 美元指数今天来到104 104多了 那104多的话 你这边你要特别注意哦 美元指数强势的话代表什么 亚洲货币是贬值的 普遍贬值的 当然台币是最强的 台币是最强的 那也不见得对我们产业是完全都是好事 这是你要特别注意的哦 那内外资还是在嘎空啦 那你这边特别注意一下 今天的大盘就是也没什么亮点啊 就是AI的概念股 你跟AI有关系的股票啊 今天都比较强 你像广达也有说他 拿到伺服器的订单嘛 AI伺服器的订单 那你这边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像广达今天也冲出去嘛 那虽然说尾盘下来 可是还是非常强 那鸿海说鸿海也有 所以鸿海今天就很强嘛 鸿海最近就不会涨了 突然跳一个上来 跳一个上来 要冲出去了 不是每天都看广达在冲啊 广达今天又冲嘛 冲高才下来的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那个 现在市场就变成一窝蜂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像最近有一些老会员就在讲说 啊 老师我觉得 阿姨老师我觉得最近你比较神喔 比较厉害 好 赶快 提枪快跑前进 还冲啊 对不对 赶快回到老师的身边来 跟着老师一起来赚钱 大家都有眼睛在看啦 不是傻瓜耶 我给你讲 看电视的都不是傻瓜耶 我说我帮你规划好 我要帮你赚50% 我到今天帮你完成27% 今天的九阳 我没有留啊 我们做当冲交易 掌停满 最后我看锁不了多少 我就把它卖掉 教会人把它当冲掉 那你说老师当冲掉有什么 好或不好 我说也没什么不好 就是说 因为我们必须得照顾到一些客户啦 那待会再讲好了 那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说 我们今天把它 再把它卖掉 那你今天特别注意一下 有就有啦 没有就没有啦 我们都要讲清楚说 老师啊你怎么样啊 你昨天西盛涨停满 为什么锁了一万多张 对不对 为什么要叫我卖 那你今天知道 为什么西盛今天就不会涨了 那就是阶段性任务完成了 我们就是会叫你卖 那热门的焦点就是 今天鸿海 补涨了嘛 对不对 那你要看喔 今天育龙股东会 育龙很强喔 今天创新高 那创新高到这里的话 我是觉得说就是 股东会也开了 老板娘也出来讲了 那该讲的好话也都讲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就 就不要再追了 我希望你听得懂人话啦 我希望你听得懂人话 但如果老师要创新高 你在叫我卖股票 真的是莫名其妙 也没关系 那就是你高兴就好了 反正我们这一波 所以说想赚50%的专案 今天是第三天啦 我们都没有让你失望 那今天弱股就是慧阳 慧阳今天应该是除息啦 那K线图上面就是除了息还破底 除了息还破底 这么大圈都是套牢的话 我是觉得说 我请你卖航运股是为你好啦 你说老师他昨天长龙海运在反弹 那怎么样 那你要不要卖嘛 那不要卖 不要卖就算了 你在那边问东问西干嘛 只是说你如果不认同的话 就不认同没关系 那反正就是你的事情 我们已经半年没有买航运股 只是告诉你说 大概情况是什么 你就像台华投控 昨天也是出席嘛 对不对 那台华投控他老板 他说他最懂航海的人 他都说明年不好 今年就不好了 明年更不好 那今天买九阳 那我们掌停板就把它出掉 那因为没有每一个都成交 因为我们挂定价 没有每个成交 所以我是觉得说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尾盘把它出掉好了 因为有些客户他反映说 因为我们挂定价 没有每个都成交 所以那干脆就卖掉 这一支你说不算也可以啦 也没关系啦 反正我们就是走我们的路 你今天可以认同我 你来找我 你就是说老师 我看了测标我四字耶 你说想要帮我赚五十趴 那我可不可以跟后面 我前面三支都没跟到好不好 那我可不可以继续来跟 我说欢迎你啊 我说欢迎你啊 什么叫四代 就不收你钱嘛 可是你要去了解喔 当我们讯息发出去的时候 我觉得最近的投资人都很积极啊 讲积极是好听话 讲难听一点就是真的很狠 真的很狠 一进来啊 五十张五十张五十张 这样试架在敲的 很多啊 很多啊 好像买股票不用钱一样 敲着敲着 不小心就涨停板了 那老师跟那个小便在旁边看了 傻眼啊 这样就锁起来了喔 完全没有想的余地 其他的会员也都是 所以喔 不是每个都有成交 所以真的很抱歉 所以我们今天就 他赚个五%多 我们先卖掉好了 先卖掉就好了 那AI伺服器的话 我们是看好的是 细尾 细尾他是跟那个 他今天有电脑展喔 他跟那个信华推出 AI伺服器的新产品喔 这个东西毛利率很高喔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昨天大涨 今天稍微震荡一下 尾盘小收黑而已啊 我觉得这个股票是 我个人认为啦 他是整理完结束啦 做突破 突破震荡一下 应该明天中继再涨 这种K线图喔 我来画就是中继再涨 不知道你会怎么画啦 有人说老师他那个怎么样怎么样 也有客户打来说他买到130了 那也不是我的问题啦 不是我带你去买的 你低档不会买 你会去买在最高点的 奇怪 你买130也还好 拉140几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在这边做介入的 所以很清楚啊 很清楚啊 我们几点几分买的都很清楚啊 有买就是有买 那这边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包含微钢 微钢这个 买了以后呢 很多人在笑我们 快过高了耶 你有沒有发现快过高了 这边你不买嘛 上来啦 上来啦 所以我会跟你讲喔 要赚钱其实不难 赚钱其实不难 你跟着我来 这一波 想办法帮你赚50%的行列 你赶快跟上 赶快跟上 那如果说你方便的话 也可以打下面的电话 直接跟我们线上助理做一个报名 直接报名 不用刷Q 直接报名 这样更快 好不好 那我们明天见